11月2日,中国的双曲2号垂直起降火箭点火升空实验成功 并且在飞行一分钟之后,火箭精确平稳着陆,恢复安全状态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展开全尺寸一子级火箭垂直起降与重复使用的飞行实验 本次实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也将会拥有和SpaceX的猎鹰9号一样的垂直起降火箭 在互联网上总有那么一小作人 不管中国航天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也不管中国已经建造了空间站 不管中国即将进行月球基地建设并拿出了较为成熟的方案 他们就只会说一句中国没有可回收的垂直起降火箭 用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国航天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研究 只能说他埃隆马斯克是会炒作的 执行本次任务的双曲2号采用的是3.35米全尺寸舰体直径 全长约17米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深度变推力夜洋甲烷发动机 能量利用效率超越了SpaceX的猎鹰9号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火箭发射频率第二的国家 和美国的发射频率相比呢 就慢了那么一点 而这一点呢就是垂直起降 带来的微弱优势 如果中国也能用这种火箭执行地面和空中的货运任务 那中国的火箭发射频率很轻松就能超过美国 同样的双曲2号并不是终点 接下来我们会要开发的双曲3号 大型可回收火箭 那才是真的大头剂 讲当年美国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的时候啊 人家用星球大战忽悠苏联人 让他们给自个儿脱滑了 那你看现在美国人敢用星球大战忽悠中国人吗 那当年美国吹F22升力系数2.07 而结果他们自己说2.07是吹出来的 然而中国这边为了对抗这个吹出来的数字 开发出了全球最强的升力体边调异压实布局 升力系数高达2.2 原来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战斗力方面 中国的歼20超过美国任意一款新翼战斗机 那再比如当年美国人吹他们的滴滴精一线 中午沃尔特驱逐舰 那是将会是未来全世界最先进战舰 他们当时说不仅要安装世界上第一款的双波顿相控制雷达 还要采用隐身设计 同时更要装备两门电磁炮 彻底改变人类海战格局 然而现在DT机一先出了隐形舰体之外 什么都没成功 反倒是中国的05不仅配备了隐形外观 而且还用多波顿雷达 主波顿为X和S波顿 还建筑其他各种波顿 连伏特号看了都得说一句例 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一直心心念念的电磁炮 自己没搞出来不说中国得搞出来了 再比如美国陆军提出了轻量化坦克 这么一个概念 直到现在才拿出原型车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叫不可轻型坦克的轻量化战车 不管是新闻参数还是战场用途都之间 模仿的中国已经用了好几年并且 已经成建制的15式轻弹 武器设计出口转的消了 属于是假的技术都能被中国搞成真的 可回收的垂直起降火箭 那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就连美国人都能实现的技术 中国没理由实现不了 对于现在中国来说 美国科技不存在高不可喷 只存在中国人想喷不想喷